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您好 我是早咖啡的监制泽林 在今天正式节目开始前 想和你分享一个消息 生动早咖啡正在招募实习伙伴 如果你愿意每天都来分享 对商业世界的理解 成为这档日更播客的共同创作者 欢迎加入我们 岗位的具体信息和接收地址 可以在本期节目的show notes 也就是单击简介部分查看 招聘的内容分享到这里 接下来开始今天正式的节目吧 嗨 各位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4年的5月30号 星期四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OpenAI新成立的安全委员会 为什么不会缓解外界的担忧 比亚迪超长续航的混动技术 会给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大众认为欧洲产的电动车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能够取得成功 今天我们的早咖啡 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 那就让我们用几条 最新鲜的商业科技动态 打开全新的一天 OpenAI成立安全委员会 前高管加入竞争对手 5月28号 OpenAI在官网发布文章 表示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安全委员会 来探讨如何应对新模式 和未来技术所带来的风险 这个委员会的首要任务 是在未来90天内 评估OpenAI的流程 90天之后 安全员会向OpenAI的董事会提出建议 同时OpenAI还表示 他们已经开始训练GPT4之后的 下一代大语言模型 TagCrunch的分析认为 OpenAI首先选择 让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等等公司内部的人员 加入安全委员会 没有设置外部的观察员 肯定会引起AI伦理专家的愤怒 在OpenAI首席科学家 Elius Skever等人离职之后 OpenAI的安全问题 再次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OpenAI的前董事会成员 Hannah Toner 在去年年底参与了 解雇Sam Altman 他最近也在一档播客上提到 2022年OpenAI的董事会 并不知道公司研发了ChatGPT 而且他最初还是通过Twitter 才知道了这个聊天机器人 上周两位OpenAI的前董事 还在经济学人上发表文章 表示OpenAI没有能力进行自我监管 政府应该进行干预 另外OpenAI之前的安全负责人 Yan Lake 选择和前首席科学家 Elius Skever同意时期离职 他最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将会加入OpenAI的竞争对手 Anthorpec Anthorpec的CEO 也曾经是OpenAI的高管 后来由于理念分歧 离开了OpenAI 成立了Anthorpec 这家新公司的早期员工 也大多数来自OpenAI Anthorpec通常表示自己的产品 会比OpenAI更加安全 Ted Crunch的报道显示 Yan Lake 将直接向Anthorpec的首席科学官 来汇报工作 他所在的团队 和OpenAI最初解散的 超级对齐团队比较类似 都是负责人工智能的安全和监管 国内iPhone销量 上个月增长超过50%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5月28号发布的数据 iPhone上个月在国内的出货量 增长了52% 彭博的报道显示 今年苹果所处的 高端智能手机市场份额 被华为抢占 苹果公司和他们的中国经销商 也一直在降价促销 这些优惠活动 延续到了618购物节 不过有行业分析人士表示 高端手机用户会购买更好的设备 但是同时也会使用更长的时间 这会导致换手机的周期变长 另外彭博的分析显示 4月份通常是苹果公司 销量比较低的月份 因此微小变化 都可能导致数据的大幅波动 比亚迪混合动力新技术 续航超过2000公里 5月28号 比亚迪举行了技术发布会 发布了第五代DMI混合动力技术 采用了新技术的车辆 在满油满电的状态下 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100公里 大概相当于北京到广州公路的距离 比亚迪的创始人王传福 在发布会上表示 新技术刷新了多项行业记录 再次改写了全球汽车油耗史 同时更是重新定义了 插混技术的天花板 搭载新技术的两款新车型 比亚迪秦L和海豹06 也正式上市 比亚迪表示 这两款车型 在实测中的续航表现 都超过了2100公里 甚至可以达到2300公里以上 彭博的报道显示 比亚迪去年销售了300万辆汽车 今年前四个月 就已经交付了接近100万辆 在中国每售出两辆混合动力车 就有一辆是比亚迪的 比亚迪也通过大范围降价的方式 颠覆了中国汽车市场 但自己的盈利能力 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采用了新技术车型的定价 可能会进一步地激起价格战 大众汽车将开发低成本电动车 根据路透社5月28号的报道 大众汽车面临中国的竞争对手 将会开发低成本的电动车 大众的这个项目 此前计划和另一家车企雷诺合作进行 在制造基地的问题上 没能达成统一 大众也就放弃了和雷诺的合作 大众表示 他们会面向欧洲市场 推出在欧洲本地生产的 入门级电动汽车 定价在22000美元以内 计划的推出时间是2027年 大众的高管还表示 在欧洲市场 电动车的价格仍然远远高于燃油车 面对中国的激烈竞争 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不过只有在政治条件支持的情况下 欧洲生产的电动车才能取得成功 另外大众旗下的高端品牌保时捷 发布了历史首款 混合动力的911车型 这款新车的百公里加速 要比非混动的型号快了0.3秒 不过这款车型并不是插电式混动 而是采用了类似F1赛车 所使用的混动技术 腾讯游戏发布了34款产品动态 5月28号腾讯游戏 举行了发布会 一共发布了34款产品的最新动态 包括了极品飞车集结 等等13款新游戏 而在这次发布会之前 腾讯代理的经典游戏 《地下城与勇士》的手游版本 也在5月21号正式上线 开服不到一个小时 就因为玩家过多 导致服务器波动 不得不下架维护了 36科的分析认为 根据第一季度的财报 腾讯在国内市场的游戏总收入 是345亿元 同比下降了2%左右 王者荣耀等等多款产品 都在高基数的影响之下 出现了收入下降的情况 腾讯游戏正在通过一系列的举措 来保持已经上线游戏的吸引力 而不只是把业务增长点 压保在新品身上 另外随着地下城与勇士的手游上线 腾讯游戏手上还剩余的知名IP 已经不多了 微软确定新版使命召唤 将会登陆Xbox Game Pass 根据The Verge 5月28号的报道 微软确定了使命召唤黑色行动6 将登陆Xbox Game Pass 订阅了Game Pass会员 无需额外付费 将可以在游戏发售的当天 玩到新游戏 我们早咖啡上周的节目当中 也提到过 使命召唤是全球最知名的游戏之一 动视暴雪每年都会推出它的新版本 这几年来平均每年都可以卖出 2500万份左右 每份的售价大概是70美元 微软内部也对使命召唤登陆 Game Pass的决定存在争议 他们担心会影响游戏的销售 不过具体的发售日期 和Game Pass订阅价格的调整 都还没有公布 游戏的更多细节 会在6月9号的 微软夏季发布会上来公布 YouTube向所有用户 推出免费游戏合集Playables 根据TechCrunch 5月28号的报道 YouTube内置的游戏合集Playables 即将面向免费用户开放 用户可以在YouTube应用程序 或者是网页版中 玩一些轻量的小游戏 此前YouTube面向部分用户 进行了小范围测试 随后在去年11月 向付费会员开放 由于Playables不在App Store下载 也不通过内购获利 所以它不会直接违反 苹果的规则 TechCrunch的分析认为 未来YouTube上的免费游戏 可能成为另一个展示广告的地方 不过目前Google还没有表示 要通过Playables来盈利 另外YouTube也不是唯一一家 想要进军游戏领域的视频网站 奈飞一直在通过收购 授权 还有自研的方式 来丰富自己的游戏库 韩国风便面制造商农芯 计划向海外扩张 根据金融时报5月28号的报道 去年农芯最受欢迎的产品 新拉面 创下了8.83亿美元的销售额记录 其中有接近六成 由海外消费者来贡献 目前农芯占到了 美国方便面市场的四分之一 仅次于日本的东洋水产 农芯表示 他们想要在2030年 把美国的年销售额提高两倍 达到15亿美元 并且成为市场上 最大的方便面制造商 他正在为自己 在洛杉矶的第二家工厂 增加新的生产线 还考虑在美国建设第三家工厂 并且在韩国建设一家 专门用于出口的工厂 另外农芯计划 在7月的奥运会期间 开展营销活动 他们预计 今年在欧洲的销售额 也将会增长三分之一 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 随着K-pop 韩国电影 还有电视剧的兴起 西方对韩国食品的兴趣 也在上涨 我们早咖啡 今年2月的清解读 就提到过 韩国品牌三氧的火鸡面 在美国销量激增 去年农芯 在北美的销售额 也增长了10% 抖音商城618的低价商品 最高可获500%的曝光增幅 抖音商城的618大促 在上周开启 和京东淘宝贴猫 等等电商平台一样 抖音商城也在今年的618 取消了预售制度 根据澎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 为了平衡预售取消 所带来的商品交易总额的变动 多个电商平台 都延长了618的时间 抖音商城也将 今年618好物节的现货销售 提早到了5月24号 证券时报的分析认为 电商平台集体取消预售 不仅会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还减少了商家的操作难度 和时间成本 几大电商平台都强调 今年是史上最简单的618 抖音商城也放开了 能够参与大促的商家类型限制 并且为这些商家与店铺 提供了更加高效的参与工具 比如一站式报名工具 大促指导攻略 价格计算工具 数据分析等等 让经验不足的商家 也能够比较快地上手 今年的618好物节 抖音商城也将对 有价格优势的产品 提供更多曝光与补贴 根据抖音商城发布的消息 一些低价商品最高 可以获得500%的曝光增幅 今年各个平台 也更加注重内容消费市场 比如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 京东投入了10亿流量 和现金奖励 来加码内容电商 抖音商城在今年 也将持续保持 在内容领域的优势 比如针对大牌商家 提供定制化的宣发资源 还有通过流量扶持 和补贴等等手段 刺激鼓励中小商家直播 同时在货架场里 抖音商城也将提供 曝光资源和运营支持 帮助商家提升转化效率 所以说到这儿 也想来问问 今年618你已经开始购物了吗 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各个平台的购物体验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 娜娜 声音设计 庆明 研究员 东军 实习生 Stella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